所以这个画画有些时候都是不断的在这个在调整 这个地方太平了 破一下 天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这个 判完整吧 花蕊 然后是这个花蹄 要跟上 最后呢咱们用一个这个淡一点的啊 这样啊,显得这个花儿比较冒兽 这个台点在点的时候一定要是看起来是比较灵活的啊 尽量它乱一点啊,不然它有规矩 这样呢,这个 一小幅啊,这个梅花儿,包括枝干,包括一个各种姿态的花儿 一种组合一种穿插 这是咱们做的一个小练习 既然是这些作品呢,咱们一定要体现它的完整性啊 要进行这个提款 嗯,咱们看这幅作品呢 咱们看这幅作品呢,这个提款的时候呢 上面啊,有一些位置 这个角呢,有一些位置 但是我感觉到呢 呃,提到这个地方 整体太平了 啊,所以说把这个提款的 提在上面吧,这个地方 没涂 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有一个压角章啊 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有一个压角章啊 盖了花肉,可以盖到这个位置 这个永眉图 啊,起了名字叫永眉图 这个,这也算是咱们一个小练习 啊,呃,咱们在画画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先画小画 啊,这个画树链了 然后咱们再画大一点的 好吧 啊,那今天呢,咱们这个 梅花图啊,我们先 呃,分享到这里 啊,谢谢大家